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市复兴区新西口吊桥今年1月13日开放营运以来成为热门景点,累计灯桥突破10万人次,清明连甲5天共涌入10419人次,游客虽觉得风景美,更多人抱怨在街坡站等车等了两个小时,饱受烈日曝晒,怒枪下次铁定不来了。 复兴区公所急忙解释,将整匹西口端游览车停靠空间等改善措施,安排更多街坡车以书借驾日人潮。 新西口吊桥长达303公尺,是全台最长选锁桥,观光路线采赶向通行,游客需由脚板山公园步行跨越吊桥至西口部落罗马公路,再由街坡车接送往返。 但吊桥营运以来,游客频频抱怨得由脚板山公园步行下坡,走长711公尺,共1050阶的步道阶梯至新西口吊桥登桥后,在漫步约1020公尺缓坡路程,才能到达罗马公路接驳站。 许多人走到铁腿去公所虽是半一天开放四个时段,让游客从西口端返回脚板山到回城市上坡长阶梯,选择从原路返回者少之右少。 清明连甲期间,又有游客上网,PO文抱怨,兴高采烈登上新西口吊桥,等街坡车,却一等就是两个小时。 新境上犹如等到天荒低老,下次铁定不来了。 对此,复兴区长曾志湘说,经检讨,是客人出现变化,因为4月以来包游览车登桥的游客,比前三个月的散客多。 旅客团进团出,假日时工所安排14辆小型巴士及一辆中型巴士于脚板山西口两端对开接驳。 小巴几乎被游览车团客占慢,造成散客得一直等待下一班车。 曾志湘说,工所镇协商在西口街坡站附近提供游览车停靠处,好让游览车能把自家游客带走。 不用于散客抢搭接驳车。此外,去工所镇于西口端往接驳站图中新建三座梁亭,并将不仅路线接弯取直。 可省下近200公尺路程,让游客不用走太远,也能中途休息。 下半年也将启动双向购票机制,让游客可以更轻松来回。 下半年也将不仅路线接近。